分欄 當我們一些 排版上的需要 例如出考卷或者做翻刊 我們需要切欄的時候 這個時候 分欄就很要緊 那我們平常編輯的時候 通常不會 在編輯的時候就特別 把欄位去編出來 例如有些人很可能會用 表格去做 這些都不是非常恰當 因為你在 超過一個頁面的時候 一個頁面的時候 你用表格是很危險的動作 所以我們通常是用欄來解決 那怎麼去處理 在格式這裡 有所謂的欄位設定 你可以設定我有幾欄 我需要幾欄 這欄位你自己也可以改變 很多欄也可以 你自己可以選擇我要分多少欄 假設我要兩欄 它要不要自動調整寬度 你也可以設左右欄位的寬度不一樣 然後線條你可以設定 不一樣的線條 樣式我可以黑色的線 需要什麼 還是說我要做 虛線 然後線條的大小都可以設定 假設你做了設定 它就變兩欄 有沒有 就直接變兩欄 然後有這個分隔線 這樣會方便你自己在做排版的時候 一個內容 那如果超過一個配型呢 我們把它複製內容超過一個配型 到下一個配型 它一樣是兩欄 這樣子的排版會非常適合你在做一些 比較多文章的一些排版 適合你去做一些設定 不建議大家用所謂的表格來去做 除非你是非常少量 我簡單的表格可以處理 那一般我們是用藍的來處理這件事情